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教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 关于麦子商城的前端页面的一些实现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课件 我们在上一讲主要给大家实现了 麦子商城的关于报价单的产品列表的一个基本的页面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CSS的一些效果 需要详细的去实现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讲过 这个内容的CSS排版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表格给它设置为居中 然后它里面的这些内容也设置为居中 那么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基本的效果 还有表格的宽度我们应该给它设为100%的显示 另外一个对于本站价格呢 我们这里需要给它加上一个颜色 Color Red的颜色 那这里呢对于这个页面而言呢 唯一的难点呢可能在于哪里呢 就在于这个隔行显示 隔行显示它的这个背景色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我们会给大家简单的提醒一下 这里呢是如何实现的 隔行显示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隔行显示呢 我们可以使用JCreate这个函数来进行实现 那它的基本原理就是 因为JCreate还说它可以判断这个table 它是基数行还是偶数行 那么如果是偶数行呢 我们可以在CSS当中直接给它定一个 这个样式 然后去使用这个样式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基数行呢 就不使用这个样式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鼠标悬停的时候 那么它会显示另外一种颜色 代表了我现在呢 选中的是这种产品 而鼠标离开的时候呢 它将恢复成原来的颜色 那么这个功能又如何实现 我们这里呢有一段代码 大家呢可以先来看一下 那看这个代码呢 可能不够直观 我们呢切换到我们的这个ID编辑环境 我这里呢为了实现这个代码呢 首先呢就为了节约一点时间 把这个代码呢先敲了一遍 然后我们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的这个基本效果呢是怎样的情况 OK 那么现在呢这个页面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 怎么实现了 待会呢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鼠标移上去以后呢 它就显示这个样式 对不对 显示了这个样式 鼠标离开以后呢 它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式 我们来这个功能呢 我这里呢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这里呢写了一段这个代码 我们呢先把这一段代码呢 先把它复制过去 然后呢再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这里呢首先有一段这个CSS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C 这是我们的这个样式表 这里呢先放一段 这个样式表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这个 Jascript Jascript大家注意了 我们这里呢 这一节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 基于JQuery来实现的这个特效 如果要使用JQuery的话 我们页面当中呢 那首先要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JQuery的一个酷文件 或者呢这个啊 迷你文件包也可以 好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页面是从 手页面复制过来的 那我们这里面呢是直接有的 所以说我这里呢就 啊 没有单独的去重新的去添加 好 那么而且呢这个我是放在 我们的imagines这个文件夹下面的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呢 去找一找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是必须的啊 然后第二个我们在 这个head里面呢写一个脚本 script啊 那么这个脚本里面呢 我们使用JQuery JQuery那这是个酷寒数 它使用方法就是这样的 你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酷寒数里面呢 啊 这里把这个document就作为参数传进去 也就是说 现在呢我把这个整个文档对象 全部封装转换成了一个JQuery对象 然后这句代码呢就是这个意思 转换回JQuery对象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JQuery对象里面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个JQuery对象里面的ready方法是一个预准备函数 预准备函数呢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这个页面加载的时候 出现了延迟 比如说我们前面啊 调用这个JQuery已经加载了 但是后边的这个html还没有完全实现 那么它就执行这里面的内容 这个当然呢 是不行的 好 所以我们这里呢使用了一个ready ready函数 那么function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要实现的内容 这个function呢就是我们要实现的内容 OK 那么这里呢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个canor 就是定义了一个啊 这个颜色的一个对象 好 然后呢我们这里呢找到tbprolist 这个对象啊 这个样式 这里呢tbprolist tbprolist这个样式呢 我们是在这里 这个table当中 我们要给它应用 这个tbprolist 就是表格 这种表格呢 就是产品列表的表格 我们先要在这里呢 去使用这个样式 那这个样式呢 它里面写了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宽度是百分之百 然后textername是central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 prolistth thth是标题标签 那么我们给它设了一个背景图 背景颜色 三个1 代表的是浅灰色 行高是26个像素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呢去运行一下 我们当前的这个 页面 OK 它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表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样式 那么这里 我们来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剖析一下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我们找到 就是通过这个点 通过这个点 table tb prolist 这个样式去找到这个对象 找到这个对象以后呢 去找到它里面的这个tr对象 然后tr对象呢 这里呢我们设的是偶数行 偶数行里面的td 偶数行的td 就是我们的这个 单元格 它的给它设一个样式 调用了这个css函数 这个呢也就是通过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是通过什么去找到的呢 通过这个类 通过这个类 就是这个类 也就是使用这个类的所有的元素 里面去找 找到它的行 行呢是哪一行呢 是偶数行 这个呢是基数行 偶数行 然后找到它偶数行里面 所有的这个单元格 然后调用css函数 那么这个css函数呢 也是酷函数当中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调用的时候 给它传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 background corner 就是给它设一个背景色 这个背景色设什么呢 我们这里呢已经定义了 就是这个啊 就是改变偶数行的背景色 那么如果你要改变基数行的背景色呢 那你这里呢 把它改成even就可以了 OK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把背景色保存到属性当中 怎么保存 我们可以呢 使用这个tb pro list 这个同样的找到偶数行 然后呢 把这个颜色保存到这个bg bg呢 是这个htm的一个属性 属性 就是我们的这个背景的属性 保存里面来 这里面一样的保存进来 当鼠标移动上去的时候 移动到我们这一行的单元格 上面来的时候 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还是 利用这个jecrate函数 酷函数 这个美元幅 就是我们的一个酷函数 那这个酷函数一样的 通过这个 $ 通过这个类 css样式类的这个类型 去找到它的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下面呢 tr标签 找到它td标签 然后找到标签以后做什么呢 然后给它注册一个 也就是调用一个 这个mouseover的事件 OK 那么这个mouseover事件里面呢 我们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这里呢 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鼠标旋梯上的时候呢 我们去找到它的parent 它的td的parent是什么呢 td的parent 就是我们当前的 它是tr 对不对 就tr 就是我们的tr标签 那么tr标签呢 又来通过find的这个函数 又来去找到这个tr标签 下面所有的td标签 这里呢 稍微有点绕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鼠标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鼠标呢 移到这个单元格上 那么在jcree当中实现呢 就是我先找到这个单元格 然后找到这个单元格 然后呢 我们通过它parent函数 找到它这一行 然后找到这一行以后呢 我们再重新的去找到这行里面的 所有的单元格 就这个意思啊 找到这里面的所有的td 然后呢 再重新的调用一个css阐数 这个css阐数也就是重新的给这个 它的parent 就tr下面的所有的td呢 去设置它的背景色 为这个 当然呢 如果当鼠标离开的时候 鼠标离开的时候 那我们这里呢 就需要去重新的恢复 它原来的颜色 那么同样的 我们先是找到这个 这个文档对象 然后把它转换成了jcree对象 然后再调用ready函数 OK 那么同样的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类型 这个rtbprolist的这个类型 去找到这个类型 使用这个类型的 这个table标签 然后找到它tr标签 找到它下面的td标签 找到td标签以后呢 我们给它注册一个什么 调用它的这个mouseout事件 就是mouseout 这个也是jcree的一个酷函数 里面的一个函数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 在这个函数里面去实现一段 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呢 就是function 就是我们相当于写了一个匿名函数 就是没有名称的函数 OK 那么这个函数呢 的内容呢 只有两行代码 第一行代码呢 就是找到它的 附容 它的上一级的这个元素 然后再找到它的bg 这个标签 然后找到这个标签以后呢 我们复制给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它现在也是一个什么 jcree对象 然后呢 我们再重新的 给它设置 它的这个 这个背景 背景设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几行代码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每一行代码呢 它都有它深刻的含义 大家下来呢 自己呢 再理解一下 如果呢 确实不能理解 可以呢 再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的这段视频 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效果图当中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分页 分页的功能呢 其实呢 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DAV 那么这个DAV呢 我们直接呢 把它放到我们的 这个table下面来 这个功能呢 我们已经是实现了的 这个table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DAV里面呢 我们只是呢 放了几个A标签 这里A标签 第一页 共多少页 那在实际的代码 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般是由程序员 进行动态绑定 也就是它是由 从数据库当中 去查询出来 然后呢 进行从服务器当中 提取数据绑定过来 然后这里呢 是上一页 下一页 当然这个一样的 要链接到哪一页呢 这个是由 我们的程序员来实现 然后这里还有input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输入 就是要调整到哪里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给它定了 一个PG的一个CSC样式 OK 那么这个CSC样式呢 我们呢 再给它定了一个A标签 那么这里呢 就设置它的外间距 上下为0 左右为10 另外呢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read的一个样式 这个read的样式呢 是定义了红色 红色Canner 或者是就字体的颜色为红色 这个是用在哪里呢 是用在我们的这个 表格列表当中 我们这里呢 使用 在这里 这个是本站价格 classread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复制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但至于复制的时候 这里同样的要给它一个 基本的间隔 那就是一个空格 OK 那么我们这里呢 这个模拟呢 就基本上实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实现的是我们的科件 要实现我们的这个用户注册的一个界面 用户注册呢 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商业项目当中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功能 其实我们做网站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吸引我们的客户 那我们把客户如果能够 他能够他的信息能够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上 那我们随时呢 就可以跟客户呢 进行这个互动交流 那么这个更有利于对产品的一个推广 推广 好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用户的一个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图里面呢 其实我们这里呢 已经有这个效果图 其实这个效果图非常简单 是不是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只需要呢 拿一个页面过来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修改了 就能够实现他的一个基本界面 然后其实这个页面的核心呢 还不是这个界面的制作 界面的制作呢 我们几分钟就可以把它做完 其关键呢 还是在于这个验证的一个功能的实现 好 我们这里要首先找到其中的一个页面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页面呢 做一个复制 这个是用户注册 那么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页面 不需要的地方把它去掉 那么我们把这个页面的这个下边的部分 中间呢 右边部分的这个内容把它去掉 然后把这里呢 修改才用 用户注册 接下来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里呢 写个DV 然后在这个DV里面 我们再来 放一个表格 那么这个界面的实现 那实际上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这个是用户名 然后呢 我们还是呢 给它放一个input的标签 type textbox text 然后这个ID呢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 这个username 这是用户名 密码 确认密码 邮箱 哦 还有呢 是否 这个 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 OK 这个呢 我们 大家写上去 就是用户名 密码 确认密码 联系邮箱 这个 密码 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图里面 这个电子邮箱 密码保护问题 找回密码答案 密码保护问题 找回密码答案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把它改成 密码 重复密码 重复密码 邮箱 啊 密码 然后保护问题 还有呢 这个答案 好了 那么这几个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接下来呢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是否同意注册 那这里呢 它是一个 TB 一个TB 那么我们这里呢 要给它写一个 Conspan2 什么意思呢 这里就是 合并 这个单元格 Check Book Check Value呢 写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文字 写的什么内容 好 那这个 确认 请确认同意 阅读 并同意 注册协议 然后 把这个呢 好 请确认阅读 并这个 然后这旁边呢 应该是一个 A标签 然后链接到 这个文档 这个是 这个用户注册文档 注册 注册 协议 OK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提交按钮 那么大家看一下哈 我们这里呢 实际上 在开发的时候 为了提高效率 要学会使用快捷键 Submit 这个提交 提交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们的这个 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界面 它是怎样的呢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大家下来呢 再给大家一个任务哈 大家下来呢 去写一下CSS 然后呢 把它 基本上要能够 和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呢 要能够达成一致 那么这个呢 其实还是很容易实现的啊 大家注意了 我这里提醒一下 这里可以给这个表格一个宽度 然后这边的这个单元格呢 向右靠其 这边的单元格呢 向左靠其 然后并且呢 设置一下这个行间距 啊 就可以了 其他的 我们在下一节 会给大家详细讲解 如何利用这个Create 来实现它里面的这个验证功能 好 我们下一节再见